好了,那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里边有讲过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直播转化的话 那选品是第一位的 选品是第一位的 那选品的重要性呢 其实无论怎样强调 它都是不为过的 很多人可能惊诧于像威亚、李佳琪等这些人 他们这种令人扎舌的这种直播转化率 一味的去模仿、去跟风 但是呢 他们却对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 却视而不见 比如说 为什么威亚直播当中 它的商品价格那么低 比如说 这些商品明明都是一线品牌的 明明是大品牌的产品 那么它的价格是怎么做到这么低的 它是怎么做到的 那这里呢 就涉及到直播领域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但是往往也会被大家所忽略的问题 那就是选品谈判 选品谈判 选品谈判呢 是在直播当中非常重要 也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 这里边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逻辑 分享三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 选品谈判的结果 它直接决定了 你可以在直播当中 用多低的价格去吸引粉丝 选品谈判的结果 直接决定了你在直播当中 能够用多低的价格去吸引粉丝 那就目前的直播待会而言呢 低价是第一生产力啊 注意啊 目前的直播低价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并且呢 这种低价呢 它是以不以牺牲质量为前提的啊 它是以不以牺牲质量为前提的 那第二个 要选择利润率高的产品啊 注意要选择利润率高的产品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李佳琪他卖的是什么呢 是口红 薇亚卖的是什么 面乳啊 面霜啊等等 那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呢 没错啊 都是化妆品 因为化妆品领域 它的利润足够高 通常可以达到90%以上的利润率 利润率高就以为着 你在直播框当中 你在价格上的操作空间就更大 那所以说呢 如果是想直播再换的话 一定要选择利润率高的产品 如果没有的话 请选择成本暂时不明确的产品领域啊 如果你找不到一个 就是利润率特别高的一个产品的话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目前来说价格 就是成本还不是特别透明的这种领域的产品来做 那第三个逻辑啊 就是精准定位核心优势 意义结盟 谈判的目的是把成本尽可能的 尽最大可能的降低 那如果你没有工厂 那么作为渠道商或者说直播运营团队来说呢 你的产品价格当中呢就处于不妙的地位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定位啊 精确打造自己的核心优势 然后用我们的核心优势去链接厂家 并且和厂家相结合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那这种长期稳定的跟工厂的合作 能够最大可能的把成本降低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 直播带货呢 它也是有一个红利期的啊 那这一波呢 自19年的下半年开始到现在啊 因为疫情影响而持续发酵 成为2020年最具市场前景的一个领域啊 那本降来说呢 直播带货其他是二三四线居民 在这种疫情影响之下 因为经济不景气的这种大背景之下 对于购买习惯所做出的一种调整啊 一种调整 那这种调整呢 它进一步的降低了产品的利润率啊 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消费啊 那理清了这层逻辑之后 我们就会明白啊 这种自我保护性的消费 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 那就是消费者对产品 以及对于直播带货的这种专业性要求 实际上是更高了啊 更高了 那很多人不了解的是 像威亚他在做直播之前 他的经历啊 我们的直播的一姐威亚啊 他以前呢做过服装啊 自己呢 呃是开开过服装店 并且他家族的很多人啊 家族的很多人也开过店 他自己呢 更是从北京开在广州开在西安 后来呢又转占淘宝 可以说呢 一开始他的生意也并不好 那直到淘宝开店的第五年 在2015年的时候才建校 到了16年5月份转占淘宝直播 才真正的去发挥出 他在直播带货这方面的天分啊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就是很多人可能容易忽略的 就是直播带货的专业性啊 直播带货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专业性要求的 那长期的实体店线上店的运营 让威亚呢 在直播当中可以说 他讲的每一个点都是卖点啊 每一个点都能够说到点子上 每一句话都能够说到消费者的心坎上 那超过十年的积累 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他的转化而服务的 所以说呢 归根结底吧 专业性永远都不过时啊 专业性以后会要求越来越高 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 直播呢 实际上是一个对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领域 那如果你决定进入 那么除了仰望目标之外 可能更多的啊 除了仰望目标之外 可能更多的 还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去研究产品 研究直播相关的技巧 逻辑等等 好 那这期的分享呢 我们就到这里啊